究竟這個造型有多好用 在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就拿下了五連爵士 OK 馬上看到這一次 Lava 聖誕造型的抽獎活動 小明就幫各位來細看一下這個活動規則 這一次抽獎我覺得很機歪的地方 等等也會跟大家說 那這邊重點先給各位看 保底是5090點券 Lava 的機率是0.09% 那這個機率我只能說不意外啦 這一次的抽獎規則 會要求你選三個額外的大獎 但我現在只能選盧蜜亞跟艾瑞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造型 有可能是因為他要我選的造型 我都有了 所以都變成了魔法水晶 像是這種蜂窩類型的抽獎 十之八九也都是要保底才能抽到的 其實傳說對決有固定的幾種抽獎模式 保底的機率都是非常高的 你只要記住啊 傳說對決只要有那種 三去法類型的抽獎 基本上都是保底 像是輪盤抽獎 或是雙身造型之前的那一種 算是另類的輪盤抽獎吧 那一種抽獎基本上都是要保底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次抽獎很GY呢 你們看一下右下角的額外獎勵 抽滿了十個二十個三十個 你可以相應的獲得拉維爾的獎勵 然後這裡呢 我直接把這個抽獎抽到壞掉 欸 我有錢還不給我抽是怎樣啊官方 再重開之後回來 我嚴重懷疑我的機率被調過啦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話題 右下角的這些獎勵啊 就代表我至少要抽到保底 我才能拿到 拉維爾的基地加速 還有擊殺特效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在25抽26抽的時候 就拿到了拉維爾 那是不是就變成要考慮 乾脆抽到保底 才能拿到這些特效 我覺得之後應該要設計 如果抽到了造型的話 右邊的額外獎勵應該要可以直接領取啊 要不然這樣真的超賊的 等於說好像硬要你抽到保底 才能拿到這些額外獎勵 啊我剛剛就說了嘛 我的紀律真的被官方調過了啦 所以今天呢 哎呀 又是不意外 明哥我 又保底啦 我是真的覺得傳說對決應該要 給我一點股份啦 每次有抽獎 我真的都是心甘情願在保底的 官方真的再不對我好一點 我就 我就 我好像也不能怎麼樣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花了5500點 抽到了這個 拉維爾的聖誕傳奇限定造型 那今天的影片 小明送一個聖誕禮物給大家 只要你能數出來 我這部影片裡面 大招總共中了幾次 猜對的同學啊 我就抽一位 來贈送這個 自選700E造型 馬上進入今天的造型公道坡 今天的起床第一場 竟然就遇到了香噴噴的妹子啊 這個妹子啊 是我的隊友很驚喜以外 今天我的隊友也讓我很驚喜啊 在開始今天這一場之前啊 我們先來一起看一下 拉維爾這一次的聖誕回程特效 哇 這個抽獎造型竟然有回程耶 這個還是傳說對決嗎 終於 終於在今年的年底 我看到了一款傳說對決的希望 這一次的拉維爾聖誕造型 感覺真的有回到 傳說對決以前的水準啊 先從外觀說起 這個外觀應該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歡 而且拉維爾這一次的造型真的挺帥的 那個臉不說 我還以為是雅蓮啊 果然啊 出造型還是要出給這種帥哥角色 才會讓大家買單 官方也才有動力 把這個特效拉滿 顏值拉滿 而且回程特效也要拉滿 那回到剛剛前面說的 為什麼今天的隊友讓我很驚喜呢 這一場啊 在前期我可算是吃盡了苦頭 先來看一下我們家的陣容啊 我們的輔助是一隻藍啊 而對面有一隻夸克 這代表我們這整支隊伍裡面 沒有人可以擋夸克的勾 所以說我在前面的時候 不小心被這個夸克勾了幾次 導致我這場前期呢 其實是有一點炸裂的 各位欣賞造型的同學 也可以來看一下我這場拉維爾的發揮 這個造型其實我覺得跟拉維爾之前的 Extreme的造型是有一點像的 我覺得是他的美術圖加上外型 最像的是他的進場動畫 那個配樂那個動作 就是一股Extreme的記事感 那在這一次拉維爾的造型推出來之後 我仔細想了一下 傳說對決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聖誕造型 好像這一次是第一次抽獎的聖誕造型 以前應該大部分都是聖典吧 像是圖倫、刀鋒、還有羅爾、勇 應該都是之前傳說對決蠻經典的一些聖誕造型 然後都是聖典推出的嘛 然後還有前幾年 忘記是去年還是前年的聖誕節梳理 當時的話應該也是直購900億啦 那這次拉維爾其實也可以不算是抽獎 他應該算是這個 直購5000點的部分 不過雖然就是貴了點 但他的特效確實是好 而且外型也帥 那個大招射出去啊 直接把一個雪橇射出去 重點是遊戲裡面 還會搭配著叮叮噹叮噹叮噹 說到最喜歡的部位 應該就是他大絕的這個影效 我覺得超級可愛 超有聖誕氛圍的 我很少 應該說我很久沒有拍到 這麼讓我滿意的一個造型 就這個造型的特效真的很滿 而且很可愛 可以先來看一下他各個技能 像是他的一技能按下去之後 頭上會有一個小迷路喔 可愛 二技能按下去的盾呢 也是一個小迷路的形狀 聖誕節最可愛的東西 應該就是那個聖誕老公公的雪橇迷路吧 那這個造型真的很懂 大家喜歡的是什麼 覺得可愛的東西是什麼 就直接給他加上去就對了 那我覺得啊 如果說這個大招的雪橇啊 前面可以有幾隻可愛的小迷路 跑在前面 然後再撞到底人的話 哇 那這個造型就是認真的無可挑起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遊戲裡的內容 這裡有大招又射到了這個蘇 結果這個拉茲 走過來 然後什麼招都沒放 就被打殘回家了 如果你們有細看我這一場的遊戲內容 應該會發現 我大招真的超準 這一把我的大招命中率 應該是有90%的 但是啊 我前面射了這麼多的大招 隊友其實也有很多次是完全沒有把握出機會的 這一波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開戰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位置拉的還算不錯 輸出也是盡量打滿的 從剛剛那一波就可以知道啊 我的傷害已經差不多起來了 那這裡再一個大招命中到拉茲之後 我們家的藍好像是沒有技能了 所以完全沒有出招喔 哇這個位置暈到了拉茲 拉茲竟然沒有死我覺得很可惜 那這一波我抓到了夸克的一個殭屍喔 把夸克收掉之後再瞬移向前 也把拉茲給收掉 這裡就算瞬移往前我會死 我覺得也不虧喔 我們逆風換了兩顆人頭嗎 這裡我大招又射到了書 結果瑪洛斯 哇 我暈到了你還可以空跳啊 我只能說這瑪洛斯真的是死好 已經定住了 讓你大招可以100%中的東西 也沒中 哇 好吧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裡大招過去又射到了書 這一次瑪洛斯把握住機會 直接踩到這個書 搭配拉茲的傷害把這個書描掉之後 我們在後面瘋狂的輸出啊 各位 被動點起來啦 這裡 洛倫也被我們的悟空收掉了 這裡我追著點 那個夸克呢 雖然不是我的頭 不過隊友的傷害把它補掉了 就是從這幾波的劍啊 我們開始 從逆風 欸 慢慢的轉到順風了喔 那這裡 我再來 射一隻拉茲 現在遊戲時間 快要到15分鐘 哇 這瑪洛斯又給我空跳了 我到底有沒有看錯啊 不過好在沒事 這個拉茲最後還是死掉了 而且納克這邊很著急啊 想要來清這個冰 結果冰沒清掉 他人頭倒是被我清掉了 就是順勢直接來開啟這個凱薩 剛好是15分鐘啊 大家如果對面有拉維爾的話 真的要特別小心在15分鐘那一波 被拉維爾的劍射到 尤其是你旁邊沒有輔助的時候 沒人能幫你按清心 很有可能被射到 然後少了一個人 凱薩直接掉 遊戲直接結束 那最後來跟大家聊聊這個手感的造型 應該不用我多說 我覺得我這場大招 就是命中率很高 射得出去呢 感覺就是那個劍特別好中 而且其他的技能也都是很滑順 你們看我的走A也沒有什麼問題 非常的滑順 這裡哇 無情爆點啊 真的是點不停 平視野公開下去繼續吸繼續點一次點兩個 連主堡一直點一次點三個啊 哇這一次拉維爾的山下造型 確實是又帥特效滿 然後手感又好用 但是呢這個抽獎要5000點 我覺得就是讓大家自己斟酌啦 你覺得這5000點花下去值得嗎 值得的話就抽吧 不值得的話把錢拿去留著跟朋友一起玩聖誕禮物 可能也不錯吧 那在最後再提醒一下各位 記得把我這一場中夠的大招數數出來 只要你的數字數對了的話 我就會抽一位同學送你聖誕禮物啦 那我是小明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